請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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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心 大家好 好 那要找不到多久可以坐到頭前 我今天不會講到那裡 不會講太難的啦 我今天講輕鬆的 你們聽故事 現在最好要吃飯 放輕鬆一點 我最喜歡講故事 有上過我的課的人舉手 後面 有在網路上聽到 有上過我的課 真的喔 OK 那你們先忍耐一下 因為我會講一樣的事情 有一部分 我影片可以先出來一些嗎 有個圖像先出來一下 先從那個 不是這個 對 影片 不是影片 那個圖像 抱歉 在這個時候 我先講一件事情 我以前 我是畫家 我以畫畫為生 我是畫家 為讀啦 我的藝術研究所 是在美國東岸念的 費城 我在費城念書 我去費城念書念研究所的時候 我們 每一個學期結束的時候 你畫的東西 我想 有高插組 好 我講國語 我在美國念書的時候 念研究所 藝術研究所 我是建築系裡面的藝術研究所 那我們學期結束的時候 要把一學期畫的畫擺出來 擺出來給誰看 下面會請很多藝評家 什麼叫藝評家 藝評家 就是藝術評論家 有的是很有名的畫家 他們就像你們這樣做在下面 那我就在介紹我的作品 介紹完的話 他們就批評 這個可以進步 那邊可以怎麼樣 我在 站在上面的時候 有一個日本人叫做 鍾里奇教授 站起來 站起來做什麼 他說 你沒有去過歐洲 我那時候 我那時候愣了一下 你不是講我的話 你怎麼在講說 我沒有去過歐洲 你怎麼知道我沒有去歐洲 但是我那時候 沒有直接跟他講 我說是啊 我沒有去過 結果我就回家 就打長度電話 跟媽媽講說 今天給教授漏氣 他給我漏氣 說我沒有去過歐洲 媽媽說 這樣好了 這個暑假你就去歐洲 所以那個暑假我就 回來台灣跟了一個團 到歐洲去 他想說看一看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為什麼沒有去歐洲 會有影響這麼大 待會我再跟你講 他怎麼會知道 我沒有去歐洲 那我就跟了台灣的一個團 到歐洲十天之旅 我們去義大利啊 去瑞士啊 法國啊 義大利就參觀梵蒂岡 我們第一站先到梵蒂岡 你知道梵蒂岡是哪裡嗎 天主教的梵蒂岡 它是義大利的國中之國 對不對 梵蒂岡小小的沒有多大 梵蒂岡裡面 我們第一站先看什麼 聖彼得大教堂 聖彼得大教堂 很大啊 什麼時候蓋的 十六十七世紀的時候蓋的 那時候沒有鋼金水 沒有鋼骨結構 這什麼 用石塊這樣疊起來 那時候沒有什麼鋼骨結構 幫你架住 十六十七世紀人 現在二十一世紀 多久啊 好幾百年前的人蓋的 而且那個地方鍋高 我跟你講 這上面的這個雕像 就有三個人高了 三個人高 上面任何一個小雕像 來 下一張 你看 這從雕像上面往下看 你看這邊房間一個人這麼小 然後這個雕像這麼高 下面是廣場 有一個環抱 看過去整個義大利很漂亮 來 再來下一張 這邊看更清楚 人是這麼高 可是走到這邊的時候 人變這麼小一個 然後雕像在上面這麼大一個 有沒有看 有多高你就知道 如果這一層樓的話 這個幾層樓 那個時候蓋什麼高的建築 那個時候蓋什麼高的建築 然後再往下一張看 這是裡面 看這裡應該比較輕鬆吧 看圖片 然後這邊都很多的 Strine 就是小小的神龕 進去裡面有很多雕塑 你看 這裡有一個拿十字架的聖徒 它都有不同故事在裡面 每個都是雕像 這邊也是 這邊都是 一個一個放在裡面 都是大理石做的 不是木雕 大理石去刻出來的 上面還有很漂亮的圖形 圖案 然後字 下一張 這是另外一個角度看 光線照下來很漂亮 以前沒有在接電線的 所以沒有點費 它是自然光 很漂亮照下來 天空的光這樣照下來很美 這邊也是雕像 你看這麼高 人這麼大 1 2 3 照比例來看 你看幾層樓高 這如果一層 兩層 三層 四層 十層樓高 十幾層樓 光是內裝的部分 下一張 地板都是 大理石 這樣拼得很平很漂亮 遠遠看 上面還有鳥會飛來飛去 太高了 看 人站在這個柱子下面 這麼小一個 我們剛才看的是直到這裡 我們現在看到更高的地方 很雄味很大很漂亮 上面是鍍金燙金 下一張 其中 其中的一個 轉進去 任何一個地方 有一個小小的神龕 這裡面有一個燭台 什麼 會放一些蠟燭 那有些聖徒的像 後面會有一些圖案 上面有故事 大概講故事 聖經上的故事 上面有好多 天使在那邊飛 有沒有看到 顏色也很漂亮 金黃色什麼什麼 來 下一張 這是米開朗基羅 我上次講成本理理 不是 米開朗基羅的作品 就是馬利亞抱著耶穌 剛從十字架上拿下來的時候 他的心情很複雜 他又是神 他又是人 神怎麼會死 他不曉得三天以後 耶穌又復活 這是在當下 還沒有經歷到第三天的之前 他的心情 也是他的孩子 也是他生 可是又不是透過人的方式生下來 要聖靈感應 又是兒子 又是他的神 這個對他來講很複雜 那心情 他在調適 這個很sad 就是怎麼會死去 而且耶穌定十字架的過程很複雜 他是定在十字架上 釘穿過手沒有錯 最後決定有沒有死 就是從一個刺刺到肋下 水跟血分開的時候 就是組織衣跟血小板分開 就是這個人就死掉了 缺人之後人才拿下來 這是大理石做的 後來聽說有個瘋子 拿斧頭把它砍壞了 現在restore就是修復回去了 阿炫這個樣子 再下一個 很有名的雕塑 這是另外一個裡面的藝術家 叫Bernini 我給你們看這張 我看這張主要原因是這個 樹葉樹枝 這從大理石雕出來的 你看女生的身體跟男生的身體 年輕的臉 然後這個女生是一個希臘神話 就是她被這個追求者 這個男生抓到以前 她就變成樹枝了 就變成樹了 你永遠得不到你要的 等到被你抓到的時候 這個女生就變成樹 所以從這邊開始變樹枝了 手就開始變樹枝了 也是一種悲劇 蠻Romantic的 蠻Romantic的一個故事 來下一個 這個是後面的Sistine Chapel 它是另外一個教堂 它上面都是米開朗基羅畫的畫 他在這邊畫多少年 每天在這邊畫 畫電話板 油畫 聽說他吃飯都在上面 上廁所也在上面 那他的土地都會幫他拉東西下來 聽說他在結束的時候 那襪子已經黏到腳皮上面了 聽說他們東西把它 吐開了 那襪子才可以跟腳分開 到這種地步 來 再下一張 這更漂亮 你看看 它這邊是畫 最後耶穌升天 坐在王位上面 天使各方面 它上面是從創世紀 創出立民生 創世紀 出埃基 地位基 民宿基 這樣一直下來的 上面 顏色用得很漂亮 下面是他們聚會的地方 還有下一張 可以放大一點 看的不是很仔細 解析度沒有很高 但是你看到 都是人去畫的 好 我講到這個就是說 當你看到這樣的東西 你的正常 正常人的感受應該是什麼 震撼嘛 對不對 哇 怎麼這麼偉大 是什麼東西在後面給他這種力量 花這麼多時間 這麼多錢 這麼多人力 把這樣的建築物完成 你應該 正常人 我現在一直在講 正常人應該的反應就是 我敬佩 我覺得偉大 但是我那一團去的是跟 台南那邊一個 某個國小退休老師都一起去 我想說跟高級知識分子去 應該會比較好吧 結果沒想到 那時候我在看的時候 後面突然冒一句話 那個也沒想到 跟台灣的廟差不多 比較大聲而已 我這聽的時候我就很驚 我這整個心就糾成一彎 怎麼會有這種 comments 就有這種意見跑出來 我正在欣賞 正在那個情緒裡面 我是很震撼 我還是很享受 在裡面很享受 可是這種畫 把我突然之間 從雲端拉到地面上來 那個當下我只覺得 他在做一件事情 叫做糟蹋 叫糟蹋 英文字叫trivalize make something unimportant 讓什麼事情變得不重要 微不足道 為什麼他要做這件事情 我想不懂 我一直在想 ok 然後這一天結束了以後 我們後來又到 歐西亞美術館 法國的澳塞美術館 就去看 一進到美術館的時候 這群老師一下就不見了 因為都衝到咖啡店去了 那我在樓上就一直慢慢看 一幅一幅好看 哇 是這樣子 以前刻板上看到 我現在都看到真的畫在那邊 真好看 因為你在圖片上看到的 那是照相的結果 跟真畫是不一樣 真畫可以看到那個肌理 畫上去的筆觸 你看得更真實 更受感動 想說我在幾百年前的人這樣畫 結果我到結束了 我就到咖啡店 我說徐老師 你怎麼這麼久才下來 拖這麼久 我說很好看 我一直在看畫 那麼麻煩幹嘛 我們老早就坐在這邊喝咖啡聊天了 我說那你為什麼不看上面 那個很簡單 圖書館就有 沒有那邊有書店 你去買一本多少歐元 你不知道多少美金就有了 都在裡面 而且還有副解釋 我說我們這一趟來這邊 就是要看原作 哪有人要再看 你這個我回台灣圖書館 或者那個網路上訂購就有了 怎麼會這樣子 這件事你就暫時不管 再下去 又隔一天 我們突然來一個很漂亮的 法國導遊 美女 她就說 我們今天晚上去法國的歌劇院 聽歌劇 請大家著正中 女生就把碗裡穿出來 我們一起去參加晚宴 因為她想說要有氣氛 要聽歌劇之前先吃一頓 法國有點蠟燭的晚餐 這樣氣氛很好 再進入聽歌劇 這樣整個要整套 比較好對不對 那大家我也很同意 我衣服都穿好正裝 我們就遊覽車開往法國餐廳的途中 一個老師就開始抱怨 他說我們這幾天都吃 現在吃到胃很不舒服 我們受不了 要去吃中餐 一個講起來 後面整批人都在講 吃中餐吃中餐 這個法國人被你弄得受不了 好吧 只好車子就轉彎 就開去中餐廳裡面 當地的一個中國人開的餐廳去吃飯 我那時候就很不舒服 我說怎麼明明設計好 是要去吃法國料理 要怎麼跑來這個地方 好啦 大家又吃了全身的東西 剛剛大蒜味 然後又上車 然後叫他去看聽歌劇 你會不會覺得 不是很不搭啊 我就突然很跳痛 你知道嗎 本來是在中餐廳裡面 然後突然到歌劇院 我就轉不過來 沒過 一進了歌劇院 當然歌劇院裝潢很富麗堂皇 所有的老師都拿相機起來門拍 拍完以後歌劇開始了 沒有幾分鐘 他就開始睡著了 所以也不打緊就算了 會過 比大人家持起比落 我讓他抱皮 真的是 我不曉得怎麼去形容 法國人頭轉過來 跟你這樣子 噓 他不是很大聲 噓 這樣子 我感覺很小 我覺得很丟臉 真的 我那個當下 我說我怎麼會跟他這一團 最好他不知道我是從台灣來的 我真的覺得很丟臉 最後 也就算了 後來當然也到處去購物 到最後一站 你知道他們最興奮是什麼 之前都這麼快快的走 好像在衝的一樣 最後是什麼 不是 最後不是購物 最後是到紅魔房去看上空秀 他們最愛的 老師你不要以為女生不愛看這個 紅魔房裡面 上半身是不穿的 每一個都是 他們義大利這是OK的 八點檔的電視也是這樣子 可以看上空 他們對這個沒有問題 他們就從頭到尾都 哇 很讚 喝香檳 看跳這種上空秀 那我回來台灣以後 我再想一件事情 這樣的一個團體 居然是教育我小孩子的老師 一個沒辦法欣賞藝術品的 居然是高級知識分子 而且是台灣 你知道這些老師少說也有師專 師大受訓出來的 怎麼會對一個這麼美的東西 我們剛才看聖筆得到這麼美的東西 會有這樣的結論 我也是老師 我在大學教書 所以我一想一件事情 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後來我就得到一些簡單的結論 其中一個叫做capacity 他們基本上是沒有這個能耐去欣賞這個東西 什麼叫capacity 學過電子或者物理的人知道 這叫做電容 就你可以放多少電在裡面 但是capacity可以講說我的肚量有多大 我可以吃多少東西 如果這邊有十幾道菜 要披薩十幾個 我肚子就這麼大 怎麼辦 吃不下去對不對 都想吃 味道都很好 唯一的方法就是什麼 增加我的肚量 我才吃得下來 這是其中一個原因 另外一個是解碼 我帶我來講 那怎麼樣增加我的肚量 可以去吸收這樣的偉大的東西 就要我需要語言 我舉個例子 如果我會英文 中文 台語 日語 法語 我的世界就比你只懂中文的世界大很多 對不對 懂我的意思嗎 可能聽不太懂 就是我能透過語言去瞭解的世界是不一樣 比如說我上Google就好了 我Google我可以看日文的網站 你就掃我這一塊 我可以看英文的網站 我都可以去看 我所有的英文的書我都可以看 或日文的書我可以看 日本文學我懂 我去旅行的時候不需要磨磨磨磨磨 我去看美術館的時候 我可以瞭解這個背景是什麼 我同樣我的世界就比你只懂中文的世界大很多 我光拿媒體的資訊就跟你不一樣了 我可以去做比較 我可以跟英文的 英國人怎麼看待這個事件 日本人怎麼看待這個事件 都可以做比較 你不會只有中文裡面的宣傳品 你在看 所以語言越多的話 表示你能夠吸收東西的能耐越多 你的世界比較大 語言不光是只有講的語言 還有很多種語言 比如說什麼語言 比如說有聽的語言 你會不會聽 不會聽的人有聽沒有到 比如說他講英文你就聽不懂 對不對 我現在是講語言 我現在講聽 音樂有很多種 音樂有古典樂 有流行音樂 有爵士樂 各種民族音樂都有 Rock and Roll Heavy Metal 什麼音樂都有 你如果這個音樂懂得越多 你的世界就彼此懂 一種音樂的人多 大對不對 音樂也是一種語言 吃也是一種語言 我不能只吃中餐 我到法國想吃法國料理 我到義大利吃義大利 到日本吃日本料理 我的世界很大 我講一個很現實的事情 就是單位時間 我們那一趟去旅行 你花了好歹也買十幾萬 你花這麼多錢 那我享受很多 你享受很少 你就是照相 要不然就是coffee shop喝咖啡 那為什麼要跑到這個地方 花那麼多錢來 可是對我來講 每一分每一秒我都在 我是把這段時間的生命 我的錢賺回來 我物超所值 我很高興 所以有的很多人 花很多時間去運動 我個人看法不太同意 只要維持健康生理就好了 多餘的運動 再浪費時間 我個人的看法 我不一定要你們同意 那我拿來做什麼 我拿來單位時間裡面 做最大的享受 因為人生 你再怎麼運動 你一會都差不多 不是七八十歲就是九十歲 活到一百歲 好不好 讓你比較厲害 也不會永生 所以為什麼 那我唯一能做什麼 就是把每個單位時間裡面的 效益拿到最好 對不對 那怎麼樣 你要足夠的吸收能力 了解嗎 那我怎麼樣增加我的吸收能力 增加我的語彙 我看到什麼 我就用這種語言來解釋 我看到那個我就用這個來吃 我的中家 對不對 我單位時間裡面我吸收了很多 我的生命就賺回來 我把我的人生賺回來 對不對 OK 講到這個語言有很多種 有聽的語言 有吃的語言 有視覺的語言 視覺裡面又分很多細項 語言下面還有什麼 智慧對不對 vocabulary 你的智慧很多 你的語言才夠 你英文 我說我會英文 你就幾字 你的智慧能力不好 也是讀不了英文 所以你下面要很多東西 就像藝術 你懂 好 OK 你懂多少 你需要很多智慧 我要懂的是什麼 顏色的語言 講到顏色就有意思 那一團去旅行的裡面 有一個老師 他剛到法國說 我穿的衣服跟環境好像不太配 所以他馬上跑到哪裡 到店裡面把衣服整套換掉 因為他發覺他跟環境格格不入 他從台灣帶回來的衣服不對 你看他這麼敏感 表示這個老師對自己的穿著有語彙 他知道怎麼穿衣服 才適合那邊的環境 等到他回到桃園機場的時候 又不對 法國衣服在台灣很難看 所以趕快又換回去 環境換了 他有這個敏感度 看到自己也需要配合 這就是他懂這種語言 服裝的語言 顏色的語言 對不對 什麼場景應該說 你要聽歌劇 你要知道這個是一套的 人家不是只好吃 我們台灣人只要吃而已 只管吃不管旁邊環境 哪有一邊吃飯 旁邊在放電視在報告新聞 我們現在經常看到這種事情 亂 就是亂 吃也吃不好 做也做不好 沒有一邊丟 為什麼 都錯字 我們的社會 是錯字的社會 因為這些社會 可以用曲片出來的社會 我之後再講更多細節 好了 講到capacity 能耐 我們講到language 語言 再來我們講到智慧 這是一個 他們這些老師 沒辦法吸收這些藝術品的原因 我覺得是其中一個 另外一個 解碼器 他們不知道怎麼解釋 這看到的現象 解碼怎麼講 英文叫incoding decoding incode就把它變成碼 decode叫做解碼 比如說我現在跟你講話 我如果講台語 有些人聽不懂 對不對 我講成中文 我本來是頭腦有一個概念 我講成中文是一種語言 傳遞給你 你再翻譯成意念 進到頭腦你就知道我的意思 中間有一個翻譯的過程 如果講日文你就沒辦法 就卡在那邊 翻譯不過去 有一個翻譯解釋的過程 所以這些藝術品 在它前面也是一種語言 你用錯碼去解 你就看不懂 所以他那時候怎麼辦 只好拿台灣的廟的語言 拿來套在上面 看可不可以套得上去 就好像我們去日本 我們去日本玩 他們都在講日文怎麼辦 我想辦法從招牌上面看漢字 決定我要去買什麼 對不對 看漢字 折價什麼這些 沒錯吧 因為只有你認識的語言 剩下你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你只知道 這東西是我要買 這個語言是我知道的 就這樣拼拼湊湊起來 但是你沒辦法真的了解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就是你用的解碼器不對 你用錯解碼器就解不了 你只能看到一部分的資料 你以為這是全部 不是的 所以這些老師只能這樣子 因為他不知道怎麼解釋 他現在看到的這些美的東西 好的東西 他沒有這方面的解碼器 同樣的 我在套回我們民政府 我們民政府在講什麼 講法理 我們法理是一種語言 我們的核心是在講法理 台灣的真正地位是什麼 我們是在走在法理 你走出去就沒有意義 很多人是用不同語言來看我們 就覺得奇怪 他是用什麼語言 用鬥爭的語言 用金錢的語言 用權利的語言 要拿好處的語言 你這一次民政府就覺得奇怪 這個人在做什麼 而且那些什麼都沒有 就抓他自己要的 去滿足他的需要 然後自己去幻想上去 我們如果離開法理 台灣民政府非常危險 就會出狀況 像這一次 我們在華盛DC 發了台獨事件 就這樣子 我沒有說這件 這群人親你也很好 他是為了台灣做事 可是不是用正確的方法 你就把台灣抓不到路 會很危險的地方 我挑戰這群人 你不要拿著美國護照來 民政府劃台獨 有膽把美國護照拿到一邊 放棄 跟我們一起來當台灣人 來為台灣發病 要不然到時候出了事誰負責 是拿台灣中華民國 這個流亡政府的護照的人 要負責 是不是 所以我現在 再回到之前講的 你是在不同的語彙裡面 來解讀這個的時候 解碼器不同 會發生問題 所以用正確的解碼器 來看這個 那怎麼樣有這個解碼器 去學 慢慢了解 講到這個我先再跳 講到編碼解碼的過程 很多種語言有不同的解碼 比如說藝術有藝術解碼器 然後解讀法理有法理的解碼器 你進到哪個系統裡面 就要用正確的解碼器來看 我們法理 你就把你的腦子再修正一下 我們用邏輯 用論述 用法律的觀念來想這個 現在還有一個問題 台灣人還遇到一個問題 我們用錯解碼器 來看美國的做法 很多人想用我們 被統治者的腦袋去想 統治者的想法 會遇到困難 我先不講這個 你們經常遇到一個問題 我舉個例子 這當然不能類比 但是基本上很多人想說 上帝為什麼把我造成這樣子 上帝你為什麼不讓這世界的壞人 全部都死光光 為什麼不要讓我拿一根棒子 只要打人的時候他變成麵包 有沒有這樣想過 沒有人這樣想過 如果你上帝是這麼偉大的話 為什麼不造成一個不會有犯罪 不會有壞人的世界 講到這個就很多定義 但是講這樣的話 講這樣的話的人 基本上犯一個錯誤 什麼錯誤 上帝不是人 你現在得是用自己的腦袋去想上帝 一定想不通 是不是 所以我現在講另外一個觀念 這個是另外一個解碼器 你要了解這幅畫 除了欣賞美以外 它後面有故事的 是什麼故事 整個基督教信仰在後面支撐 就畫這個故事出來給你看 所以你去學西方藝術的時候 免不了一定要學什麼 基督教這個概念 它到底是什麼 講到拍照 現在世界下主要宗教 就圍繞在這個核心裡面 以猶太教為主 跑出來後來變成天主教 後來變成基督教 旁邊還有唐之流叫回教 但基本上他會講同一位上帝 講什麼上帝 他講一個無所不在 無所不知 無所不能的上帝 他們基督教定義的上帝是這樣子 他們說他們的上帝 基督教的觀念是 除非 我先講另外一種 我們平常的宗教是什麼 我們去找真理 是人往上追 去找上帝 去找真理 可是基督教說 這是啟示性的宗教 什麼叫啟示性 除非上帝要告訴你真理 否則你無從了解幾 為什麼無從了解幾 因為你的邏輯都是他給的 你怎麼能夠跳出自己的邏輯去想邏輯以外的創造 不可能 所以一種叫做創造者的思維跟受造者的思維 你不能跳到創造者那邊去想他為什麼這樣做 你很奇怪你把它拉下來跟你同位階 當你同位階的時候你的思考一定會遇到矛盾 怎麼會這樣子 抱歉 就是因為他是神 神的觀念跟道路跟想法跟我們人是不一樣的 因為他管的是整個宇宙 他創造者 你的邏輯是他給的 人創造電腦 電腦會被outsmart人 很多人有這個興趣 你會不會創造一個電腦比你聰明 我跟你講 我以前念電腦系的 念Compute Science Master 我有一堂課叫做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一開始就開中明義就講不會 為什麼 電腦是人做對不對 是不是 他不會自己跑出來 他的邏輯是誰給的 我們人給的 你人自己都對自己不了解 你只能用人的邏輯給他一些follow 所以他永遠不會outsmart你 是他運算速度很快 是他可以做很多事情 但是他沒辦法幫你思考 因為他是電腦 他是按照程式在走的東西 他不會超過你 因為他是被你創造出來的 從你出去一定不會取代你 因為你才是本尊 上帝創造的人 你人怎麼可能去挑戰上帝 要想什麼 他的觀點是跟我們不一樣 所以我跟你講 我們是被統治者 你怎麼去思考帝國 怎麼run一個世界上的帝國 對不對 你被殖民的人 你的思考方式就不一樣 所以是帝國跟帝國在打仗 今天是日本帝國被美國打敗 美國現在是等於世界上最強的國家 你怎麼統治一個世界 你不可能因地設事 因人改變你的做法 我為什麼要講這個有點複雜 你們稍微跳一下想就知道 我的意思是說 美國怎麼維持世界的平衡 這麼多人都要跟他吵 只能講什麼 國際法 只能講戰爭法 統治者一定是放諸四海 接準的一個法律 他才不會這邊出問題 那邊出問題都用不同方法 就亂掉了 所以我們台灣的地位很低 沒有錯是被人家統治 被換來換去沒有錯 可是我們知道 帝國的法則是不變的 他一定要抓住國際法或戰爭法 他就要照那個做 否則他違反他自己 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不要用自己的想法說 我們幾個人聚在一起 我們宣布台灣獨立 台灣就獨立 不會這樣子吧 上面是有很多大帝國在管的 輪得到你這樣子自己 我們台灣就很喜歡 台灣民政務不是一個 從下而上的組織 不是幾個人大家想過 這個是一條路我們一起走 不是 它本質是軍事政府下面的架構 什麼是這個東西 就是你是被佔領者 不是 你是被佔領的地方 佔領者的意志 決定你要怎麼做 你不能outsmart他 你沒辦法challenge這件事情 更何況你又沒有實力去做這件事情 你只有幾個人在那邊畫送的而已 你不可能真的去改變這個事情 這件遊戲規則的主導者是誰 我講這個 之後我還有很多故事繼續講這個 好啦 講到 剛剛講到那個 我主要是要講capacity 因為我們在講法理論述的時候 遇到很多的困難 就是我們的同心來上課 或者台灣人 有一個問題 看不懂 台灣民政務到底做什麼 這個論述我看不到 因為你們用錯解碼器了 你們解碼器都誰給你的 國民黨教育出來的 在國民黨教育底下 是流亡政務的教育 就是 這麼久就是你的 很多法律是有時效性的 有沒有聽過 很奇怪 有時效性 過了追溯期 我當我這個跟很多人講 他說究竟在那裡很久了吧 已經 太久了沒有人知道了 我說那開羅宣言更久啊 波子展宣言在究竟在那裡之前 那你是不是那個也廢掉 又不要 你懂我的意思嗎 當他這樣跟你講的時候 就有吐回去嘛 以其人之道 還治其人之身嘛 他自己自相矛盾 表示他論述有問題嘛 對不對 他很喜歡講這個嘛 為什麼 為什麼流亡政府很喜歡講說 這麼久就是你的 因為他剛來的時候 這地方不是他的嘛 他佔了你的地 這不是他的地嘛 所以他會用各種方法 把你的地吃下來嘛 佔下來嘛 用什麼方法 三季五檢豬啦 搞不好拖著是魚的 他拿去變賣啊 反正日產啊 怎麼會變成你的 強戰嗎 以後這些土地都會要回來嘛 這土地永遠不是你的嘛 你是流亡耶 你是流亡政府怎麼可以 法國流亡到倫敦 就把倫敦的地佔一佔 就變成法國嘛 西藏到印度 德蘭撒拉佔一佔這個地方 就變印度嗎 而被變成西藏嗎 不會啊 所以他們就製造很多很奇怪的論述 每天在教我們 怎麼這個有法律追溯級 現在就應該好像不算了 什麼 用歷史的原因告訴你 這自古以來講太多這個啊 這裡面缺的什麼 就是法理啊 因為他無法 所以他不能講法 講法回到那個法的裡面 他就沒有立場可以講任何東西 今天台灣民政務站起來就是靠法律 我們講國際法 你們遵守 大家大國在遵守法律 我們按照這個走 有人連這個都不想遵守什麼 他就來賴皮 比誰出國更大人 所以那時候中國要挑戰這個 美國西藏有講什麼 你如果要推翻所有的 這個遊戲規則的話很簡單 你要足夠的實力 意思就跟你講 你中國你要不夠來說 推翻所有的我們現在西方 建立的所有的系統 你要講這些條約都不算的話 那全世界的條約都不算的時候 就亂 那時候看誰比較兇 誰比較狠 這就是什麼 台灣的民主 看得懂嗎 台灣的民主是什麼 台灣的民主制度就是 誰比較這樣就出了 所以很多流氓到後面去 所以你的立法院都是流氓 比大顆的 民主是什麼 因為台灣可以管自己 當很多人亂在一起團的時候 是什麼 壞的人狠的人 趕的人出來 這樣不是 你們真的相信民主嗎 真的在民主制度底下是這樣子 是很殘酷的 是比實力的 比誰錢多 誰狠 誰敢 不要有太多的 民主是一個很好的制度沒有錯 可是在台灣的情況是這樣子 對不對 有錢的人上去的 他永遠是他 永遠是他在當立委 你記得以前我們不是一個立委 就說你們這些都是老鼠 我是貓出來你們都要跑掉 因為這些人都拿他的錢 都他養出來的 有這樣的人 當然他的法律也是他的 錢最後還是回到他 你們賺錢 納稅金 最後銀行 逗 呆帳你們付 有特權的人可以繼續借錢 沒事 我自己轉個門 轉個門 再到北的地方再接 都這樣子 你們看不懂嗎 台灣人看不懂嗎 遊戲規則是他在玩的 我要講這個就是 回到剛剛講的 大國有大國遊戲 他為了帝國 為了要維持世界 不要再亂再打仗 他有很多方法 其中有就是按照戰爭法 按照國際法 來解決很多事情 爭端 要不然今天每一個國家 都還在繼續打仗 為什麼 可以搶土地 或者說 占領 占領不得已轉出權 喂 講到這裡就是解碼器 我們有的解碼器是什麼 當我們看法理的時候 沒辦法解 因為他過去不會教你這個 他教這個就 替自己挖腳 把自己弄倒 所以他不會告訴你法理是什麼 也不會告訴你國際現實是什麼 他不會讓你真正清楚 看到消息 所以你現在用中文去思考就有問題 因為你限制在中文的媒體 中文的訊息裡面 那個訊息是經過扭曲經過處理的 你就看不到事情的真相 你現在隨便去打一個日本兩個字 你看到什麼 就是負面了 講安倍現在經濟又證明他的三隻劍不行 什麼什麼 對不對 所以你接收到中文訊息是負面的 可是這個負面有一個很好笑的地方 就是沒多久他又要修正一次 沒多久又要修正一次 所以自己互相矛盾 你如果把過去 所有的媒體上面講的新聞 操弄的結果 就很多自打嘴巴的狀況會發生 就是這樣子 那什麼一直會不變 當你看的訊息都很多的時候 你的判斷力才會正確 所以要增加大家的capacity 語言各方面 然後我們需要一個解碼器 來解讀什麼叫法理 其實這解碼器其實不難 是什麼法理 是什麼解碼器 理性思考 對法基本的認識 我們人有良心 這基本 我是畫家裡 我沒那麼厲害 可是當我看到這個的時候 我可以理解 他不是講一個很深的事情 今天出狀況的人 是拿博士學位的 是不是 是學歷很高的人 他因為各種理由 明明擺在這邊的法理 不能接受 所以問題不再出在這邊 所以林博士經常講 那個不重要 學歷不重要 過去他以為這個很重要 很有影響力的很重要 沒有啊 高中畢業之後頭腦清楚 就是我們的童心 我們就可以走上這條路 走得很好 頭腦清楚比較重要 不要有私欲在裡面糾纏的人 最好 我們清楚地看待法理 我們把這個法理弄清楚 剛剛我interview 最近幾天我interview很多事情 很多人來的理由都不一樣 這樣我就講好了 因為什麼理由進來民政府 也會因為同樣的理由離開 你如果是因為錢來民政府 或者什麼好處進來 也因為你得不到這個好處 或短時間得不到這個好處 你就會離開 因為你來的理由不對 但是你如果是因為法理的理由 說為了台灣好 台灣唯一能夠走的路只有這一條 才真正對台灣的 驚驚順順是好的 而來的人也會因為堅持在這裡 因為這個理由堅持在這邊 不會受其他的利誘影響 我很希望更多這種人出來 我們搞清楚 什麼是我們的法理論述 什麼是對台灣人真的好事 從何情錯 頭腦清楚 才會有正確的判斷 什麼人沒有辦法有正確的判斷 就被慾望牽引的人 沒有辦法正確判斷 沒錯吧 我在追女孩子的時候 我就被慾望牽引了 我就沒辦法做正確判斷了 我會選錯 是不是 因為她很漂亮 不是理由吧 我講這個講一個比較輕鬆 我以前因為認識很多 當然 會有很多很適合結婚的對象 在你四周圍 可是這個也好 這個也好 你要選誰 所以那時候我是學Compute Science 我就做一個動作 我就做一個List 就是做一個名單 但是他們都不曉得 我把他們的名字放在裡面 我會放名單 身高 體重 皮膚好不好 漂不漂亮 我會做一個名單 然後這裡面我會Sorting Sorting在電腦裡面叫做排序 排序按照最漂亮放最上面 或什麼什麼這樣排下來 有的用身高 女生很喜歡用身高拍男生 當然女生有會拍男生 男生會拍女生 我的方法是我拍女生這樣拍 根據美貌拍了之後 我遇到一些問題 美貌後面應該有很多項目 其中一個應該有忠誠度吧 我跟你講 跟各位講一件很現實的問題 美女不是你自己一個人的 對 沒錯 大家都喜歡 你娶來的話 大家都喜歡 你每天就在跟那些人打架就好了 帥哥也是一樣 你喜歡帥哥 是不是 帥哥你最好顧得住 我跟你講 所以後來我是怎麼樣 我評估自己的實力到哪裡 我選擇適合我的對象 這樣最實在 我就不用傷那個腦筋 我目的是要結婚 所以這叫縮定分類的工作 OK 我要按照正確的排序 來排我的優先順序 正確的criteria 正確的項目來排 我如果按照美色來排 我今天會出問題 我以前就說到這個 我以前就認識一個法國女孩子 她很漂亮 身高176 模特兒 又跳芭蕾舞的 可是我跟她交往一陣子 有一天她晚上很晚回來 我說你去哪裡 去吧裡面喝酒 她說我還跟一個陌生人 French kiss 我一聽 我就跟 我知道 就是會有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我當下就斷了 斷我的念 不想再跟她浪費時間 我說這如果出來做夢 我幾天就戴綠帽子 嚇死了 不好意思 這是個人故事 大家笑話聽 但是這就是啊 你 分類啊 分類 我講分類 分類之後你就不會做一件事情 叫做糟蹋 分類的是什麼意思 在上面的就應該讓她在上面 在下面就是在下面 你不要把上面那一極的 拉到最下面一層來 什麼叫糟蹋 就是把她該有的位置 不給她 把她拉到很低的層次 來做處理 這要糟蹋 台灣人就要糟蹋 為什麼 因為我們已經在很下面 所以把所有高尚的 好的對的事情 都拉到下面 明明政府在講法理 你就把她給她 全力鬥爭的層次 現在就是啊 有一群人出去裡面 他就用什麼來 他講八卦 說這個人什麼什麼什麼 那個人怎麼樣 他又借錢又什麼 一大堆人身攻擊 這叫做主戰場跑錯了 明政府你要攻擊很簡單 在哪裡攻擊 在我們的法理上面攻擊 它是歷史上的事實 你要嘛就提出新的市政說 你講的不對嘛 這才是我們真的要攻擊 我們的目標嘛 那你為什麼要講 什麼個人有什麼看法 我跟你講 就有點像教會 我不會因為這個牧師跌倒 做什麼壞事 或者那個塞壺做什麼 或是跟人偷錢 我就不信佛教 或我不信基督教 不會啊 我今天信教的原因是 因為相信他的真理 我今天相信基督教 不會因為人跌倒 不會啊 我要的是這個真理 你來攻擊我們明政府任何人 包括我在內 攻擊啊 可是不會影響到法理這個主軸啊 你有問題就來法理這邊 挑戰我們的法理啊 林志恩博士寫了一本書 你就去挑戰嘛 說這裡說不對 這裡說不對 這是強奔的 硬碰硬的東西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有什麼好講 存在都說有的沒有的 那什麼人會被這種東西吸引 你的語彙是這種的人 就會被這種 好聽的 因為他這樣滿足他自己的胃口 因為他的胃口就是聽八卦的人 所以他自然往八卦那個世界走 他的環境 他的世界 他養他的東西就這個 但是你如果一個正確思考的人 我怎麼可能會被這影響 好啦好啦我知道了 那就算這樣 跟法理什麼關係啊 我堅持這件路 我跟你講這次華府事件 你們都有看到我在螢幕上舉手 有看到嗎 沒有 你們還沒有上網看 你有看到 我是小兵耶 他們一開始不把我當一回事 我也沒做什麼偉大的事情 我只是說 他聽的怎麼跟我所說到訓練不一樣 就這麼簡單我就站出來 在座各位也是 當你把法理弄清楚的時候 人家講錯的東西 你就知道發生什麼事 三隻小豬 不是蔡英文那三隻小豬 碰到野狼來的時候怎麼樣 用吹的嘛 本來是用什麼蓋用什麼 那騙小豬的方法 是用穿的羊皮的 或者小紅帽都是 就是扮成另外一個樣子來騙你 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知道 本質是什麼 說你不會去用騙的 我們把主戰場拉回法理 事情就解決了 他們很希望你跑到另外一個戰場 因為那個戰場是他很熟悉的戰場 叫做八卦的戰場 或者是個人人生攻擊 或者權力鬥爭的戰場 或是金錢的戰場 那你就跑錯地方了 那你當然輸 但是你回到這邊的時候 你都沒有載掉 他使不上力 他沒辦法使力的時候 你就繼續走 民政府這條路就對了 因為我們在這邊 花時間去想 到底整個邏輯論是什麼 聽來清楚了 一切都OK 不會有問題的 我今天講的這邊 還講一個東西 有人講說 法理很深沒有錯 但是我講另外一個現實面 法理是法理沒有錯 這也很現實 但是還有另外一個現實面 我先講一個概念 叫做存在感 什麼叫存在感 有一個baby剛出生 我先不講這個存在感 我先講另外一個東西 以前有一個國王 他有一個kingdom 就是一個王國 他有一個很漂亮的王后 王后幫他生了兩個 雙胞胎的王子 那過了美滿的日子 有一天 這王國遭受攻擊 國王被打敗了 趁這個被打怪的情況 有一個土匪 Tohui 帶著他的羅羅 來搶這個國家的東西 趁著兵荒滿亂的時候搶 這個土匪頭也很喜歡美色 王后最漂亮 搶王后 除了搶錢還要搶皇后 搶完以後 皇后死命的抱兩個小孩子 想把小孩子丟 不行 我要跟他 要不然我就要死 所以連兩個小孩子 還是這麼小 就抱回他的巢穴裡面 兩個小王子 就是在土匪窝裡面就長大 從小這個土匪 也很喜歡這兩個人 因為蠻英俊的兩個小男生 就慢慢長大 從小他就教他所有的 當土匪頭的技術 怎麼領導統譽 怎麼去訓練人才 怎麼去搶 這都要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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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有一天這個國王又回來了 他雖然就被驅逐 但是之後回來 就把國王王國又建立起來了 很好的王國 他就要回來找他王后 這個故事就傳到土匪窝了 王后馬上就跟兩個兒子講說 這才是我們的親生爸爸 我們要回去了 結果這兩個兒子 老大老二 老大從小就跟著這個土匪頭 南征北逃 他說 你現在突然跟我講這個幹什麼 我就是他 他才是我爸爸 你不要給我學白講 我不接受這個 他說他繼續都在這邊 他的弟弟一樣 跟他雙胞胎弟弟 說沒有啊 我要去找我真正的爸爸 我要回去 所以這兩個就分家了 弟弟回去以後 怎麼樣 他名正言順 有這個 他就繼承這個王位 就討伐這個土匪 當初對他們不好土匪回來 就變了一個家庭悲劇 弟弟帶著王國 名正言順的回來討伐這個土匪 我全部滅掉 就這樣子 這是一個故事 我跟你講台灣人一樣 我們有親生爸爸 我們真的有頭的 有一個英文字叫做 entitlement 就是你有沒有這個 entitlement 中文怎麼講 你有沒有這個民憤 這個民憤是不是你的 這裡面這個王國的民憤 是屬於誰的 就是他親生這個血統下來的兒子 你坑了你的民憤不要 要去當土匪的兒子 最後被滅掉也是理所當然 你回去 繼承這個帝國 或者國王的這個東西 也是回到你的民憤裡面 得到你該得的 台灣人的真正民憤是什麼 大日本帝國底下的台灣人 這是你的民憤 我們是臣民 你要放棄 你要放棄嗎 你要為了什麼理由放棄 是因為為了過去 流氓政府 教你的土匪政權 教的東西 你就要放棄你的真正民憤 你要做個判斷 所以他這個哥哥 其實那時候也做了很複雜的判斷 他做了什麼判斷 我跟你講 他有幾件事情要做 第一個 聽到訊息來 對不對 他心裡要做判斷 這有贏不贏 如果是有贏之後 要怎麼做 對不對 如果是真的話 那下一步要怎麼走 那中間有一個過程 叫什麼 DISCERMENT DISCERMENT是什麼意思 判別事情是非對錯的一個標準 他在心裡你在猶豫 判斷 判斷以後要做下一步什麼 做決定了 DECISION DECISION完了以後有什麼 COMMITMENT 他就要 針對他所做的決定 就要執行下去 所以現在有兩個狀況 哥哥弟弟 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還要附帶提到另外一個觀念 叫什麼 大家有沒有人聽過 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斯德哥爾摩是什麼東西 在瑞典 Sweden的首府 叫斯德哥爾摩 在197幾年的時候 發生一件事情 這又是故事 我就要說故事 那時候有一個銀行搶匪 有幾個人就搶了銀行 搶完銀行以後發生什麼事情 就人質在銀行裡面 他們就被限制行動 差不多六七天之久 人質被限制行動 到後來警察攻堅回來 把這個人質救出來之後 要求人質來作證的時候 奇怪了 人質不願意作證了 為什麼 愛上綁匪 不要小看 我現在講這故事是真的 所以他特別有一個症狀 叫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就愛上強暴你的人 愛上施暴者 因為那幾天裡面 他被封閉裡面 施暴者做了幾件事情 比如說另外一個情況 比如說我是施暴者 我是搶匪 要不然你們口座會的時候 我給不同人不同好處 我對你特別好 水給你多喝一點 多給你幾塊餅乾 你們裡面就開始分裂了 他對我比較好 在這麼多人裡面 他多給我一杯水喝 那個就怎麼樣 就分裂了 大家現在就是這樣 你們現在在經歷斯德哥爾摩症候群 你們明明是被人家 怎麼講 去欺騙 欺騙 要把你吃起來的人 那他分你一點點好處 每個人就反而倒過來替 佔領你 欺騙你的人 要把你騙的人 講好話 就好像那個哥哥一樣 你明明是你媽媽被人家 強暴 你被人家搶過來 你的王國被這樣搶到這邊來 你居然開始認同你的頭髮老爸 你們到底是誰 搞清楚好不好 我跟你講 有的人講說愛是一切 我剛剛愛沒有真理做基礎 你這個愛是有問題的 你要走多遠 你的愛要走多遠 當你發現這個是強暴者的結果的時候 你要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很複雜 這個很值得大家去深思 台灣人現在就走這個 你知道 知德哥爾摩症候群的醫療方法是什麼 醫治方法是什麼 第一步 首先告訴他事實的真相是什麼 那個很難讓那些人真的醒過來 但是就醫療觀點 你還是要想辦法把他們弄 撐起來 因為他們不願意去指控那個施暴者 為什麼 一定發生什麼心理上的變化 我們要幫他走出這個陰霾 走出這個陰霾需要一個東西 讓他恢復理智 恢復理智第一步是 告訴他事實的真相是什麼 台灣人現在 我就跟你說事實真相是什麼 我們就是馬關條約 我們被割讓 割讓給日本 日本天皇在1945年 4月1號宣布 這邊是日本的黃土 神聖不可分割領土的一部分 我們上面是有天皇的 馬關條約我們日本又 大日本帝國又輸給美國 所以現在被他軍事佔領 軍事佔領他叫別人來代替 叫中華民國流亡政權在台灣代替 他明明是流亡的 可是他講就地合法 就地合法就是 一明明是死掉的 什麼叫流亡 就是他的真正的名分是死掉 1949年 中國那邊 中華人民共同宣布 中華民國是死的 美國也不承認你 這是個國家 這是個流亡政府 他表示什麼 他是孤魂野鬼 孤魂野鬼沒有居無定所 到處流亡 流竄 這個地方怎麼都變 鬼最愛的 負在人身上 他才可以享受 但是你如果說 NO的時候 他也不能待下來 但是問題是台灣人願意 你知道鬼附身的時候 有一個大前提 那個人說不要的時候 鬼是附不了你的身 除非他說 好 我給你 我給你附身 他才可以附得了 你要守可 你要答應他 鬼是沒辦法主動 要去附在人的身上 他沒有這個 他在鬼子 你自己自甘樂意 我說我中古人 讓你附身 就這樣子 台灣人是這樣子 去弄了那麼多年 他是死掉的 他說什麼死掉 他馬路者被滅掉了 他是流亡政府 他真正的土地進門馬祖 他在登記他 兩個牌位上面 這個不是他的土地 永遠也不會是他的土地 他怎麼叫都不是他的 台灣這個土地是有主人的 不是台灣人自己的 先搞清楚整個論述 你才知道你要怎麼走 是德哥摩爾政 幫你走出來的第一步 讓你知道什麼是真理 真理可以讓你得到自由 什麼樣的真理 我們歷史上的真理 告訴你 台灣人是熟悉的人 才可以讓你脫離誰的掌控 什麼鬼 中華民國流亡政府這個鬼 他編了一套謊言 鬼是怎麼騙人的 就是用謊言 幫你編故事 告訴你 你其實是中國人 你其實是李克人 你是福建人 很難說這個 你那個祖宗是誰 都不是啊 我們DNA就不是啊 我們不到台灣人去 什麼 是貧埔族高殺族 這兩種人 以前有當孫公 沒有當孫媽媽的時候 是什麼意思 只有男來 男生來 去掉三分之后 在海上 剩下三分在這邊 娶了這邊 媚婆做的女婦 第一代的話 生下來小孩子一半一半 沒有錯 第二代以後呢 四分之一 再來呢 再取一個拼不住 喬過三代以後都沒有了 你不能再講你是漢人 可是他們是強勢文化 他用信誓灌在你身上 拼不住沒有信誓 你說那我信陳 我信徐 那信誓被附加 縱使你的血 身上流的血不適的時候 你是跟著信 他改變你的語言 他讓你講福建話 講客家話 講這種不同話 說這是你的祖宗 你就派一個男生 就來播種之後 我們就變成你的人 靠一下後康 真的 他就來播種而已 這塊土地就是因為 你們都變成我的人 所以這塊土地是我的 不是啦 你裡面老的血 是變得播種的血 要不然去驗 我們現在是講科學時代 講求科學證據 你去看德州大學 跟國家地理雜誌做的研究 他們是根據人的DNA 找出人類的遷移史 Migration Map 上網查就有了 我們是M174這個支派 我們是從非洲這樣下來 到印尼 然後到台灣 日本 韓國 他進到中原地區 我們才是他的祖先 不要弄錯了 他們的人是從我們來的 一部分 我們有講全部 另外一部分從蒙古那邊下來的 另外一部分從印度那邊過去的 他其實是一個大雜會 很多的人到那邊聚在一起 可是因為人多 最後形成一個文化 變成文化上的強勢 反過來要欺負他的祖先 我們是他祖先的 血統上我們是他祖先的 一共要數點忘祖 你們才數點忘祖 我們才是祖先 不要弄錯了 所以不要弄 當我們有這個事實 當我們的back up 我剛才講 斯德哥爾摩陣出來 首先要什麼 真理 真理讓你得自由 真理幫助你拒絕魔鬼的誘惑 魔鬼用什麼給你換 欺騙 給你好康 魔鬼一定是這樣子 因為他沒有東西 他一定用東西 金錢跟你交易 權利跟你交易 你認我 我就給你這個好處 他就用這個 要不然就是用恐嚇 你這樣回想過去 國民黨的治理方式 不是用金錢公司就是恐嚇 就這幾項沒有在抬 他這樣才能建構他的政權 他的政權 不是建構在法理的基礎上面 不是法理 他當然不要講法理 有人說 你們怎麼說 我們島的你們怎麼說 都聽不懂 他就不希望你聽得懂 他希望台灣人的邏輯 是不清楚的 但是我相信一件事情 台灣的邏輯是很清楚 因為我們天生就有 判斷是非的能力 我們來到這邊都是 我跟你講說得難聽一點 只要有1000個人 台灣不懂得難聽說 我是日本天皇的臣民的時候 這塊土地就是日本天皇 恢復到他的狀態 只要有人站出來 這裡不是沒有日本天皇的人 就是我們真正的身份地位 就好像你要回到原來的王國一樣 你才有這個 判斷 你才有這個判斷 雅各為了一碗紅豆湯 出賣他自己當長子的名分 為了一碗紅豆湯 因為他錢裡面打獵很辛苦 會很脆 很脆 老公回家 他們弟弟要騙他 要騙他的 比如說 我可以讓你喝紅豆湯 但是你哥哥跟弟弟的位置 跟我對調好不好 阿哥 趁趁雅 好啦 讓我喝 你要做哥哥 讓你做哥哥 當哥哥不是這麼簡單 哥哥代表他繼承父親 有雙份的財產 你就為了一碗紅豆湯 把雙份的財產賣掉 你也傻到 台灣人真的傻 你後面有多少財產 他拿幾百塊幾千塊 就可以叫你去投票 你就賣掉你自己 你台灣人是怎麼傻到這種程度 拜託好不好 法理已經講出來 你還在猶豫 還在跑來跑去 講得這麼清楚還不行嗎 施德顧摩承第一步 給真理 告訴你 歷史上的事實是什麼 跟台灣人有相關的 只有兩個條約 馬關條約 舊金山合約 其他沒有 宣言不用說 宣言 求其他人宣言 我宣言說101大樓是我的 說什麼 我講一千次也沒有用 那叫宣言 什麼時候變你的 我給了錢 我跟101大樓的owner買下來 那個產權上面 寫上我名字 這101才是我的 對不對 沒有錯吧 台灣會因為你叫 就變你的嗎 不會啊 什麼樣的 能夠割讓土地的 只有什麼 跟條約有關 什麼條約裡面 把台灣割給誰 在什麼樣法理底下 台灣變成他的 那現在那個主權用者 那個entitlement 名分是誰的 天皇的 就這樣子 他什麼時候賣掉 沒有賣掉過啊 他有沒有放棄 沒有放棄啊 是日本 國 放棄的 他的管理權 主權 還是擁有在 日本天皇手中 我們只是要回到 正常的法理 什麼叫台灣地位 正常化 就是回到我們 正常該有的地位 我們不要自己 想說自己很聰明 想出台灣 建立自己的國家 真拼的 待會兒我會講 另外一個故事 剛才講的 斯德哥茂貞 第二個方法是什麼 除了讓你知道事實之後 我還要讓你 過正常的生活 讓你回到正常世界 去過正常的生活 我們台灣人 要回到正常的生活 體系裡面 美國你要幫助我們 過期理想 辦公司 把我們創成這樣 創成我們人 好幾代沒什麼 我們搞不清楚 剛剛有一個高超主 還跟我講 我還要跟他講說 你知道你們人口 本來吃百萬 現在創多少 十幾萬 幾十萬 是怎麼回事 你看不出來人家是 慢慢把你去掉嗎 他拍了很多中國人 來這裡 給你淋 淋到你 這種人不見了 你再淋下去看看 你不要有太 幻想式的想法 這個世界上真的 這就是我 接下來要講的 存在感 什麼叫存在感 小孩子剛出生 他怎麼知道他是一個寶寶 他怎麼知道我是誰 有一個認知 認知他自己是誰的過程 所以寶寶一出來的時候 看到媽媽的奶吃到 有一個互動 有溫度 媽媽會黏 我拔到腰吃 媽媽給我笑 跟我親身的唱歌給我聽 我就感覺說 我的存在我很重要 而且我一哭 就被餵飽了 我的存在感就得到滿足 我就慢慢建構 接下去爸爸也來鬥我 我就更 還有一個家庭的成員 接下去弟弟妹妹也來 所以我的存在感越來越強 原來我是這個家裡的 這個這個這個 定位我自己 對不對